爱吃苦笋的怀素和黄亭坚 苦笋贴的作者是唐代的草圣怀素 这是他写给朋友的便签 他说朋友送给他品尝的苦笋和茶 他都试了试口感特别好 让朋友直接多送您过来 此贴共两行十四字 书法俊秀 结构舒畅 其用笔的节奏也尤其好 上书下紧 上清下重 笔墨有浓有淡 线条柔中带钢 曾经被许多收藏家收藏 作品上盖满了各种鉴赏印 现存上海博物馆 苦笋不但消可除热 还可入药 药效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 除了怀素 送死家之一的黄庭坚也对苦笋情有独钟 我们来看看他写的苦笋负 在他心里苦笋简直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东西了 于是不但品尝美味 还兴致勃勃勃地写下了这篇苦笋负 他说他特别爱吃苦笋 这笋呢又甘甜爽脆又细腻 虽然有点小苦 但却又恰到好处 此题也笔墨清通 富有变化 显示出黄庭坚书法的综艺豪放 流畅典雅 如也书间 快乐书写经典书法九月书法主题 笔尖上的美食 将为你讲述这些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